市長 我剛剛看到你在回答 秦議員的回答 你說台北市要爭第一名 很難啦對不對 民調啦 民調爭第一名 客觀我們隨便都 所以選擇最後一名最快 所以你選擇最後一名 所以他像溜滑梯一樣 這最簡單對不對 不會啦 我們客觀指標其實都是第一名 所以你不是一直朝著希望 你還是希望力爭上也往上爬 會啦 剛剛很多議員他提到說 新增病例 為了台北市 我們不要新增 新增這些本土病例 那其實疫苗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麼今年公會流感疫苗 他再從10月5號就開始施打 但是因為避免流感 與5萬疫苗相互混淆 所以從中央到地方 我們都全力宣導 要鼓勵大家來施打疫苗 包括本席 也在警政部門質詢的時候 要求我們衛生局局長 要強力大力的來宣導 但是啊 沒想到這個 大家這樣子的宣導之下 這施打的情況超過預期 那麼所以疫苗不夠 那麼陳時中部長他在16號緊急宣布 那麼50到64歲非高風險的民眾 暫時施打疫苗 那我們行政院院長 蘇院長他也公開的呼籲 那麼幼兒高風險要 這個優先來接種 但是啊根據媒體的報導 整個的疫苗 它的生產有非常嚴格的程序 那麼必須在一年前就做好相關原料的準備 生產的過程啊 更需長達6個月 所以 市長 局長 那我們現在還要增加採購疫苗 有可能嗎 現在不可能 不可能了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現在要問的 面對流感疫苗 他就只有這麼多 那麼今天 柯市長你是醫療的專業 那我在這邊請問你 那衛福部要求50到64歲 這個非高風險的民眾 暫緩施打 你暫不暫成這樣的做法 你暫不暫成陳時中做這樣的決定 那如果由你來做決定 你會做怎麼樣的決定啊 就會分批了 那個高風險的先打 應該是先打65歲以上打一臂 然後再來是醫事人員打一臂 再來是學生 所以我會按 就是該打的打完剩下還有多少 才開放給 給50到64歲的打 那你所以說你認為 50到64歲 這個暫緩施打 這個決策這樣子 你知不支持 贊成啦 所以是這樣子嘛 所以他這個你認為 這個部分他正直撞連嘛 其實他應該是65歲以上以前 他們是屬於高風險的嘛對不對 應該是有危險的先打嘛 那一些擺到後面去 其實還有20到50歲那個更後面 所以今天面對疫苗就這麼多啦 那我想這都是一個不得已的決定 也是一個痛苦的決定 那 最後他要定50到64歲 這個中間先暫緩施打 由64歲以上的 65歲以上優先施打 其實這樣子的決定 如果換成你來做決策 你還是會做這樣的決定啊 如果從來一遍喔 我們就第一個禮拜 只打65歲以上 那第二個禮拜開始打 小學那個 那個 六歲以下 然後從學生開始打 會分批次打 我覺得他 他是同時打出問題的 如果分批打就不會 那因為我想最最主要還是一開始 因為今年的 在施打疫苗的時候 我們是比照去年的 去年施打的情況 來做今年的判斷 包括本席今天在今年在 在要求我們局長的時候 也是說鼓勵大家 我們再提高接種率 沒想到各 各縣市長 包括中央部會 又開始施打以後 欸造成大家 因為疫情的恐慌 所以大家施打這麼踴躍 所以造成這些疫苗不夠嘛 所以其實 這樣子的決定我相信